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的结果自然是我们大获全胜 战争结束后 我们回来了只有45万人左右 伤亡人数占5万多人 这场战役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解放军的厉害程度 不过在队运反击战胜利后 有个部队在回国后就立马被裁军了 这是为何呢 1979年2月17日清晨 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爆发 我军在第一轮攻击中便投入了20多个部兵师 当时地面的激烈场面 一度超过了越战十美军的水平 基于这种情况 越军想要俘获我军人员 简直是比当天还难 在我军攻克越南首都科内门户后 我军对外声称 达到了惩罚目的不在深入 可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对越反击战 重 50军作为第二批参战队伍 也是预备异的部队 因为战争需要 50军最强师部 149师部 在开战 后有13军指挥从云南攻入越南执行316A式的任务 在越军战场上 149师成功利用两路进攻打的越军毫无招架之力 148师部则在广西驻守 在广西战场 148师第422团减灭越军600多人 牵制越军无法去东部援助 150师原地待命 随时准备支援各部 这场战斗中 一共歼灭敌人2000多人 50军可谓是战功赫赫 在第一阶段战争大胜后 在越军的部队开始陆续撤回 可此时150师 心里就不舒服了 没输进战斗 部队深感脸上无光 于是乎 该师一再请命 坚决想出境实战断练下 由于实在没有什么硬仗可打了 就派150师前去掩护撤退 150师是个什么情况呢 老兵大都抽掉岛前线 新兵入户仅仅数月 志气都没消失干净 再加上很多军官都是提拔没多久的 再加上他们穿的不是山地作战的解放鞋 小兵必败看来正在应验 当150师448团二营走到越南高平附近的时候 遇到了河内参展的越军精锐部队 由于越军占尽了优势加之灵活的山地丛林经验 被围部队只能向150师求援 由于指挥失误 只派了两个连走小路前去增援 结果再次被越军所伏计 结果542名士兵失去联系 只有回归了219名士兵 枪械丢失了400多支 更让人感到可耻的的是 448团的负责干部冯曾敏和李和平居然带领部队集体投降了 这也就是他们为啥被裁军的根本原因了吧 对越反击战胜利后 在这些人回国 冯曾敏和李和平军被判处时以上有期徒刑 1985年武士军撤销番号被裁军 此后不复存在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1985年武士军